台上六位长者 都是高龄百岁的健康人瑞 大家开心庆祝父亲节 跟无私分享长寿的小撇步 早上五点起床 我一定固定的运动 外面的东西都很少吃 父亲节快乐 华生基金会举办音乐餐会 邀请近一百位长者 共度一个难忘的父亲节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不但是一个温暖的餐会 它也是一个社会重要意义的活动 我们希望这些长辈 能够从家里走出来 看看这个社会 能够用心感受一下年轻和活力 透过音乐餐会 关心独居长者将爱散播出去 一同沐浴温馨气氛 大爱新闻中方如行 好 台北报道 照片 小伙子